当卧房变成刑房,柔软的床垫成了无情的砧板时,被告说他别无选择,自己和儿女都是长期受害者 但检方认为,在案发现场所发现的点着过的红蜡烛,床框上绑着的细绳,还有衣架上挂着一件非常性感的蕾丝睡裙 形而异见双方当时正在干些什么 但为什么突然间多出了两把刀,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谋坏了这一切,而事后他的自首是一不嫌弃 他笃定大家都有一颗怜悯的心 却别忘记,他将自己的丈夫亲手埋草,他还报警 哈喽大家好,我是妮妮,这个案子发生在德州的休斯顿 2003年1月14日,大约晚上7点左右,26岁的苏珊给公婆打了个电话 她哭着说,自己很爱他们,却再也无缘做他们的儿媳了 因为丈夫劫夫走了,他再也不会回家 公婆在听话很茫然,他们问,怎么了,你们这是吵架了吗 苏珊解释说,不单单是争吵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一直瞒着二老 那便是劫夫染上了违禁瓶 他对此毫无招架之力 为了来上一口,他不惜花光了自己的所有情绪 没有钱时,他就会向老婆苏珊讨要 苏珊不得不给,给不住时,也得要想办法借钱给他 因为一旦没有满足劫夫的需求 他便会拿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来出气 这已经导致了,儿女们都怕了爸爸 他们一见到爸爸,就收起笑容 苏珊说,他自己也很害怕 又因为在给了杰夫钱后 杰夫会变得更加仓狂,唯我独尊 刚刚,就在刚刚,骄恨的杰夫又发疯了 他推了一把儿子,儿子没有站稳,跌倒在了沙发上 他哭了起来,杰夫骂儿子不争气 然后,他开始对儿子大打出声 苏珊护子心切,却被杰夫一起狠狠地教训 杰夫还怒吼道,这个家没法再继续了 说完后,他气冲冲地跑出了家门 苏珊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家散了 第二天下午,苏珊接到了公婆的来店 二老还是无法消化左翼的这段通话 他没有尝试联络儿子,给儿子留语音留言 但儿子杰夫没有回 他们问苏珊,杰夫回家了吗? 苏珊回答说,回了,但又吵了,又走了 公婆表示,他们会再一次致电杰夫 让杰夫赶紧回个家给老婆和儿子道个歉 苏珊则很惶恐地说 在这一次回家时,杰夫拿出了厨房里的漂白剂 洒满主窝 晚些时候,苏珊的邻居因为没有瞧见 一向都会在下午四五点时出门遛外的苏珊 所以他们敲门问问情况 苏珊红着双眼打开了家门 她也同样将老公的这些事情告诉了邻居 邻居们都很担忧,因为过量的漂白剂就有腐蚀性 苏珊表示,好在自己已经在早晨把儿女们都送回了娘家 但邻居们还是劝她要报警 苏珊犹犹豫豫 不过最后,她还是跑了一次警局 她报告了相同的内容 并在警局拍下了她与丈夫在这两次冲突时 所留下的淤青和花哨 警局很快就下达了针对于杰夫的宪志令 杰夫在后期也真的没有再现身 但事实上,她其实已经没有那个机会再活着出现了 2003年1月18日 在宪志令颁发的仅72小时后 一位叫丹尼·戴维斯的律师来到警局 她汇报说,在她当事人苏珊的家后院 被狗扒出了曾由苏珊亲手埋藏的丈夫杰夫 探员先行法医抵达现场 因为事午夜光线微弱 他们打开了手电筒 依稀看见了露台斜下方一堆新土中的杰夫 杰夫侧身俯卧在土里 仅有头、胳膊和一只手的部分露在土外 法医在赶到现场后挖出了全部 当时包括探员、警员、律师和法医在内的现场 所有人都震惊于杰夫的身上千疮百孔 有两条布还打了结 绑在了杰夫的一只手腕和一只脚踝处 做完工具被插在了杰夫边上的一个花盆里 接着将要接手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凯丽也来到了现场 凯丽注意到 两个带有黑色屋子的弹簧床垫 都被丢弃在了后院的过道尽头 而当返回到苏珊和杰夫的主卧室 里头的床已经散了架 床板被拆 不见床垫 四周的墙面是凹凸不平 色泽不均 血迹斑斑 床头柜上也有红 一套油漆工具 包括油漆和滚刷被搁置在了角落 漂白剂和油漆的气味相互混杂 弥散在屋内 很显然 这里就是第一案发地 罪犯在后期试图清理 掩盖 而决犯苏珊还特聘了律师替她自上 案发现场没见苏珊 事实上 直到上庭以前 检察官凯丽都没有机会瞧见苏珊 与之谈话 苏珊的律师一直表示说 苏珊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 她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她的儿女已经被娘家人照料得很好 其余的无可奋告 所以检察官凯丽只能旁敲侧击 据她了解 苏珊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是一位机械工程师 相对有钱 母亲是全职太太 苏珊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 17岁时 苏珊交了一个男友 男友在后期与其分手 理由是她觉得苏珊太胖了 苏珊很伤心 于是开始减肥 当她的体重减轻了19磅时 她又有了一个新男友 但这一位新男友并非善累 她介绍并狂宏珊 去到酒吧调脱衣物 两个月后 苏珊厌倦了皮肉生意 他们分手了 她报名参加了 社区大学的护理课经修 并也同时 在一家美法沙龙 打起了林工 1997年4月 苏珊19岁 她在与朋友外出旅行时 遇上了杰夫 杰夫带了她8岁 她送鲜花给她 带她去高档的餐厅酒餐 他们很快彼此倾心 1998年的10月 即便苏珊的娘家人 对杰夫仍在观察 他们并不是很肯定 杰夫能否给到女儿 一个安定的未来 但苏珊已经挺着个大肚子 8个多月了 时间不等人 于是 两个人在修斯顿郊外的 一家农场里 举办了小型婚礼 一个月后 杰夫晋级成了爸爸 而这位爸爸 起码在外人看来 非常贪恩儿子 他关爱老婆 对这个新家 也很有心 为了给一家 更好的物质保障 他辞去了 在牙医诊所 相对轻松的工作 转而做起了地毯 和地板的销售员 2001年12月 家中又添了一位女儿 一家四口其乐容声 其实 直到事发前 杰夫还在自家的后院 亲手为老婆造洞 因为老婆苏珊爱咬花 杰夫想要安一个喷泉 在此 与之隐沉 所以 他绝对没有料到 这要最终 成了自己的坟墓 为什么呢 检察官凯莉 在2004年2月的法庭上 是这样陈述的 首先 在苏珊与杰夫相爱时 两个人都有所保留 苏珊没有告诉杰夫 自己曾跳过脱衣舞 杰夫也向他隐瞒了 他有酗酒 和对违禁品依赖的问题 在两个人相识的两年前 杰夫还因为盗窃 和一张空头支票 被判唤刑 婚后的他们 才知道了彼此的秘密 但他们有做下来 好好沟通吗 检察官了解他的表象时 丈夫杰夫 掌控了家庭的经济收支权 苏珊有外出打工 但多数的钱 也都必须上交给丈夫 他在后期不再学习护理 他在退学时 给出的原因是 没钱了 所以当杰夫一次又一次的花钱 为自己购买违禁品时 苏珊对他的爱中 必定慢慢生出了远恨 而事发日 其实是在1月13日 当晚 34岁的杰夫 在练完全机后回家 他相对亢奋 推打着儿子 苏珊在保护儿子的同时 与丈夫起了争执 但杰夫并没有离家出走 他回了主卧 而主卧里 放着苏珊 原本为了维系和修复爱情 特意布置的浪漫和惊喜 包括衣架上挂着性感的蕾丝睡群 音响中放着轻热的音乐 屋内的灯都被关闭了 全而带着的是 烛光闪闪烁烁 丈夫杰夫在看后 一下子来了兴致 但门外哭泣的苏珊 却没了感觉 不过转瞬间 苏珊有了个新想法 他在快速哄玩儿子入睡 后回到了主卧 他似乎很主动 非常温顺地一件件脱 然后他还帮着丈夫杰夫 脱取一枯 杰夫沉浸其中 当他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时 苏珊取出了绑带 将他的手脚都绑在了床框上 但杰夫并没有反抗 因为他们之前 也玩过类似的游戏 苏珊紧接着拿起了蜡烛 将蜡油故意滴落在杰夫的腹部和大腿上 杰夫有一些疼 或想要提前结束这样的前夕 但此时 他已无力挣脱 而令他更没有料到的是 理应发生的窗戏变了位 苏珊转而取出了 事先隐藏他的两把工具 对着他不再留情 法医最后证实 杰夫身中193刀 还有一把刀的刀尖 嵌在了他的头裤里 苏珊并不打算 或者说 他一开始并不打算认罪 他洗了个澡后 将儿女们连夜送回了娘家 他并没有跟娘家人多做解释 第二天 他照常去上班 他在下午的6点时下班 7点到家后 给公婆打了个电话 他借着这一通电话 为今后杰夫的不在现身 做了个铺垫 结束通话后 他开始清理现场 包括去到五金店购买油漆 去到超市买了漂白剂 然后取来推车 将220磅的杰夫 拉到了喷泉池的墾州 他将新土填上后 又折返了屋内 拆了床榻 把床垫挪出的主卧 是为了给之后的油漆工作 谈空间 但事发的第三天下午 公婆的来电 令苏珊感到了不安 虽然苏珊躺死了过去 不过 他害怕他们万一上门 他根本就来不及处理完的案发现场 势必将揭晓 他一切的谎言和罪行 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 邻居的关心给了他契机 他以政府的出格行为为友 在拿到了限制令后 为自己争取到了额外时间 回家后的他又立马开始粉刷起主卧 但事发的第五天时 家中的狗狗在后院扒出了 他辛辛苦苦在深夜时埋藏的丈夫 狗狗还误使了杰夫的部分手指 整苏珊的防线 一下子被击溃 他立马去车返回娘家 在老老实实交代了罪行后 他的娘家人为其聘请了律师 律师对苏珊进行了劝说 然后并有了苏珊进入到精神病医院 接受治疗 18日的晚上 律师报警 并代表苏珊自首 检察官凯利还表示 苏珊除了报复外 还有一个动机 人受保险 因为一旦杰夫出了事 他就可以获得20万美元的理赔 这个数字虽然不大 但对于心中充满了怨恨的苏珊而言 既能解决麻烦 又可以拿到一笔钱 他本计划着不被发现的 他也可以因此释怀 对此 被告及被告律师坚决反对 他们佩服检察官凯利编故事的能力 故事相当的精彩 但并非实实 被告律师说 苏珊在内网的所有行为 都是应急反应 而若非苏珊勇敢地为自己熬斩 那么现在 埋在地底的就是苏珊 法庭上轮到被告律师发言了 他依据时间线补充说明 其实自苏珊怀上了杰夫的儿子的那一刻起 杰夫就变了 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苏珊上缴所振的钱 苏珊对此不解 杰夫解释说 这是为了统筹安排婚礼 但婚礼过后 杰夫依旧把控着财政大权 并要求苏珊继续执行这一命令 苏珊因为身子身材走了心 杰夫嫌他是个胖子 这让苏珊一度焦躁 因为自己的初恋就是因此而提出分手的 他想要减肥 却又不如当年那么顺利了 他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 医生也开出了相应的药 却被杰夫嘲讽 说他矫情 杰夫也不允许他吃那个药 之后 苏珊说他想要回娘家看看 杰夫点头答应了 不过只允许他离开家一个半小时 因为杰夫认为 苏珊会有可能借机出轨 他之前在酒吧的跳舞工作 显露了他的本性 杰夫还因此让苏珊停止了在外的学习 他大骂苏珊不检点 苏珊对此只能忍耐 毕竟此事他已有错在先 但这也作证了杰夫的霸道 1999年4月 两个人结婚仅半年时 杰夫因为自己的薪水没有达到预期值 将怨气都撒在了苏珊的身上 他对苏珊大打出声 苏珊想要带着儿子离开杰夫 却被杰夫恐吓到 不要拿你和你娘家人的命当赌注 又过了一年半 苏珊小产 是因为杰夫认为自家的电费太贵 他责备苏珊加加浪费 并对着她的肚子狠狠地踢了一脚 苏珊的第三次怀孕倒算顺利 但却在有了女儿后 又一次产后抑郁 粉刺的是 比她更情绪化的是杰夫 杰夫不按苏珊借口说要休养 虽然忽视了她的欲望需求 杰夫还通过网络花钱找小姐 苏珊后来因此得了泡尘 而更糟糕的是杰夫又染上了违禁品 她的行为变得愈发的古怪 整日醉醺醺的 有一回她带着一把气枪回家 她在把玩的同时对苏珊说 这个家必须她为主 还有一次 杰夫突然拿起一块板砖 像正在后院交换的苏珊扔了过去 像她冤片了 但2003年的元旦 也就是本来事发的两周前 杰夫很严肃地对苏珊说 新年快乐 这将是你的最后一个跨年 所以当1月13日 杰夫又又又一次表现的狂躁和不正常时 苏珊的内心慌张至奇 根据苏珊的回忆 杰夫先是对儿子挥舞了拳头 然后她把苏珊拉进了卧房 发泄欲望 结束后 杰夫出去了会儿 不过当她返回到主卧室 以手握小刀 高喊着去死吧 苏珊奋力逃脱 她成功夺过了丈夫手中的危险武器 然后她疯狂地对着杰夫进行反击 因为她认为只要她停下来 杰夫就会坐起来对她不利 不知是多少次后 苏珊停下了手 她赶紧用布将杰夫绑在了床上 然后进到厨房 换了把更大的工具 而在第二轮时 她打翻了床边的蜡烛 这也就是为什么杰夫的身上有蜡忧伤 苏珊说 她在最后埋藏时 经有一种感觉 她觉得丈夫会再一次坐起来 害自己 所以综上 辩方主张 苏珊最终的反应 是日积月累 受到了杰夫的种种不恭后 引发的应激自我防卫 她别无选择 但是 简长高凯利并不这么认为 她表示 该认词 更像是一份得不到任何佐证的 偏向于自我脱罪的单方说法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人高马大的杰夫 怎么可能被苏珊 轻而易举地支付 法医在后期证实了 杰夫在身前有服用过伪金品 所以她理应更加亢奋才对 而苏珊下手了近200次 她让杰夫遍体鳞伤 部分的地方 还被她口果挖过 苏珊也因此 被网友们称为蓝眼屠夫 为了让陪审团 更好的了解情况 检察官凯利将案发时的床 搬上了法庭 直接掩饰 她很肯定地说 这段苏珊的行为 已经超出了印记的范畴 这也绝对不是单纯的自我防卫 而她也没有风 因为事后的她 还很有条理地试图脱罪 听审一周后 12位陪审员有了裁定 他们一致认为苏珊的罪行成立 反观给出了她25年的监禁 但故事还在继续 2008年 苏珊再一次进入法庭 对她的案子进行上诉 除了原本的证人证词 包括有邻居说 她看见过杰夫 曾很愤怒地抓住苏珊的手 有朋友表示 她曾留意到苏珊的眼睛下方 有遇上 公园里曾一起 六娃的家长佐证 苏珊在后期 缩短了六娃的时间 总是说要赶着回家煮饭 要不然她的丈夫会发怒蛋 苏珊的姐姐 她是休斯顿大学心理学的助理教授 她说 苏珊从小缺乏自信 因为在原始家庭中 父亲的品气相对暴躁 母亲没有话语权 苏珊养成了颅履薄冰 尽可能讨好他人的性格 所以当类似的家暴情况 也出现在了苏珊自己的婚姻中时 苏珊一开始会自我压抑 但压抑过了头后 就是神经质的爆发 苏珊曾呆过的精神病的医院医生表示 她在入院时 眼神漂浮 思维流离 她总是说 杰夫在走廊里徘徊 并要试图找到她 害死她 还有一位关键的人正走上了法庭 她叫米斯蒂 是杰夫的前未婚妻 她最终没有嫁给杰夫 是因为在与杰夫同居的那段时间里 曾被杰夫多次的不公对待 包括打 骂 把她从公寓的旋转楼梯上推下 用玻璃划伤她 把她关起来等等 所以即便在外人看来 杰夫有好男人的形象 很阳光 很和善 但关起门后的真实情况 却无法想象 在二审的法庭上 苏珊还表示 一审的失败 是因为自己的律师没有经验 律师没有将苏珊的心理医生请到现场 而检方派出的代表是凯莉 一位诉讼了68起谋杀案 从未实力过的女强身 凯莉还指控了20起谋杀死刑案 仅有一例未成功 苏珊认为凯莉非常强势 强势到无理也有理 所以苏珊失去了辩驳的机会 而当时的苏珊也有自己的心理问题 她觉得自己必须进到监狱里才能安心 因为杰夫再找不到她了 2010年 法官将苏珊的量刑减少了5年 2014年和2017年 苏珊先后两次申请假释 2020年的7月 她的第三次假释申请终被批准 12月30日 44岁的苏珊从监狱中走出 她决定在未来低调生活 对此检察官凯莉表示 自己当时没有错 并没有夸大事实 故意地将苏珊送进监狱 苏珊可以卖惨 但绝不应该是在事后 苏珊的全部刑期 将在2024年的2月28日彻底结束 但她的行为对杰夫 杰夫的家人和儿女们来说 是无期徒刑 一辈子的阴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见